为打造低碳旅游 台湾好行日月潭西头县日前通车 不用百元车枝 就可以从日月潭玩到西头 副县长王瑞德表示 县长徐书华创新永续及低碳的政策 交通是重要的一环 感谢交通部观光局等单位的支持 民众来到南投出游也相当的方便 原来在台中到日月潭 台中到西头都各分别有台湾好行 我们再把西头跟日月潭连接起来 就可以让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 不管是在南投县的这两大风景区旅游 可以延长并且更便利 也让我们的乡亲有时候在这个沿线 要到什么地方也能够更便利 日月潭与西头是南投县内 相当知名的两大观光热点 这次透过点与点的连接 相信能够提供游客更加便利的交通网络 游客可以从台中到日月潭这边来 可以搭台湾好行日月潭西头线 到西头这边来 来悠闲地漫步在森林里面 那吸取丰富的芬多金 相信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游客 来搭台湾好行 千元王秋淑感谢县府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打造便利的交通网 来促进地方的观光发展 今天是我们日月潭与我们的客户 是我们台湾好行的通车典礼的一个记者会 常常我们的交通路由 变得越来越方便 因为我们的台湾好行 这个路段即将要开通了 游客以及到我们的乡亲 要去我们的客户都会非常便利 只要在我们日月潭这里 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 就能够来到客户这边做流游 期望透过台湾好行 不但可以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网 也可以提升游客来到南投旅游的意愿 记者邱平易与直香采访报道